能不能專心只學一法就可以成就 例如周立盤陀茄 這個問題好像我說了 實際上什麼叫一法? 一法叫不二法 我們現在你有一個念掃帚 周立盤陀茄他是念掃帚成功的 那他為什麼是個釋迦牟尼 讓他念掃帚讓他成功呢 因為他四個字記不住 他只能記兩個字 但是他一通了以後 人家開始講經說法 你忽略了這個 所有的法實際上都不是法 剛才老師講了 都是要 那你四個字記不住 交給你兩個字 你念這兩個字 念到哪裡去 這個很關鍵 所以你最後回歸到自己的真心裡面去了 什麼叫一通百通 就是你沒有二了 沒有善惡 沒有我 沒有人 沒有佛 就剛才說 連師看到這個吉祥獅子他都不拜了 那就還有師父還有我 沒有了 那就是什麼 博爾了 發現一體的都是個明體 然後那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我拜自己啊 有沒有人自己拜自己的 沒有自己拜自己的 那為什麼還要拜師父 拜師父你就還有一個師父還有一個我 達到博爾了師父正亮了 不必要去拜了 不是像你們現在不拜 你們現在不拜是我慢 大我慢 不是佛慢 這個要搞清不同的時期 所以什麼是一法成就博爾法 博爾法 博爾法是什麼 心法 回到心中心 由一透入空 進去空心 所以周里盤頭切他念到什麼水平 念到沒有自己了 沒有扫帚了 沒有這個字了 也沒有這個地了 也沒有什麼東西了 他最後一扫帚下去 一片地就捷徑了 他不是一扫帚捷徑 他這個地掃著往地下一扯 嘩一掃 整個院子都起一陣風 他達到這個水平了 那為什麼 整個佛性正出來了 佛心中心正出來了 他通過這個 他那個力量無窮啊 所以大家這什麼叫一法成就 這是一 這是一 所以沒有一個固定的法成就 你跟什麼法有緣 都可以用這個法 透進去自己的心中心修 你送咒 送在這個心中心 你這個辦法會 經常喜歡法會 遺軌 你做遺軌 在這個心中心裡做 你這個禅修打坐 幹什麼都在這裡面做 這就是一法 這就是不二 沒有說啊 念阿彌陀佛是一種法 念扫帚是一種法 禅修是一種法 密咒又是一種法 不是 所以施亞彌尼說了 如果有人說我講經說法 是為綁佛 我沒有說一個字 如果誰說我有說 就是在誹謗我 為什麼 真正是無字秘訣 就是回到自己的心中心 正它才是關鍵 所以不要是去理解著 我修一個什麼法門 我就可以成就 這個就不對了 那眾生有不同的根基 不能用一個法門 替代所有的法門 眾生的語言在哪 它的並不同 所以說我們作為老師 作為導師 你要法門無量誓言學 做菩薩的 我們四弘誓言裡面 有一個法門無量誓言學 因為你要度眾生 你要做好醫生 你要會開無量種藥給眾生 不能只會 什麼都是安耐進 班达度 什麼都吃這個 那就完蛋了 就算了 不是 指導人